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今天跟大家說一些移民的事件 嘩,厲害 是,台灣 這陣子不知道吹什麼風 好像說到台灣真的不一般 因為之前香港人很喜歡去台灣移民 是,這是真的 或者學習鎮英哥是移居 除了英國之外 我想台灣就是首選 香港人 香港人首選 但是說到去台灣又有些阻滯 有些不同,不適應 所以今天跟大家研討一下 請大家給個讚,支持我們的資料搜集 以及加入我們的Patreon 五元雞就無廣告 多謝 嘩,厲害了 說什麼? 說什麼? 有人分享 他說去台灣之後 那種生活 跟你 經常都是那句 理想 和現實 永遠都是兩回事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 我們先講一個文章內容 我真的可以分享一下 剛剛我昨天一兩天 又有一個舊同事 他去了英國 剛剛到埋 我看到他在社交網站更新了 我問 搞什麼呢? 英國 我問二汶 他說,你也想的 我也想的 他做什麼? 我問他做什麼? 他說,不知道 他可能過去試試 在那邊的生活 他可能也有這個念頭 他也是穩固派的 是女孩子 那就穩固派 他說,就先試試吧 你也不知道什麼環境 你免得一天真的過去 後悔莫及 對呀,旅行 沒有所謂 其實如果不是說台灣 去英國來算 很多人連旅行都沒有去過 一去就去那邊生活 是啊 台灣大家已經去過了 旅行應該就 你去過了吧 去過 我挺喜歡台灣的 如果是旅行來算 是的 但是呢 你真的要去那個地方生活 那些文化 你能不能夠適應得到呢? 又或者是否真的理想中 我有一個朋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去了台灣 他真的去了台灣 他已經退休了 他每天都游山換水 他說了一件事很有趣 他說,真的 很奇怪的 台灣的女孩子 都大波 不是 不是 這麽簡單 他說 很少見到一些身形 是比較肥胖的女孩子 台灣? 他說很少見到 他說台灣的那些女孩子 好像是 他說只要自己覺得自己肥胖 即是比較肥 他就會去減肥 是啊 還是人家肥胖的女孩子 他自己看不到 自動跳過 他不知道 他說真的很少 你在哪裏看 你說去台北團團轉 當然沒有肥胖的女孩子 不是 他游山換水 游山換水 他開車到處游 打算上山吃三天的 難一點 他說真的很難 為什麼? 到處找肥胖? 變態? 不是 他老婆在那裡 他老婆是不是肥胖? 不是 不是 也不是 所以就吃些不同 想在台灣吃肥胖 比較難 這件事 但很多珍珠奶茶 為什麼沒有肥胖? 他說他們 他也有問 他說以他所知 台灣女孩子一覺得自己肥 就會去做不同的方法 做運動也有 不同的東西 總之就是去減肥 令自己保持身形秒跳 是啊 他們對那種要求都頗執著 厲害的 真的 我們有一天也有人分享一下 我們看到文章就說 你過了去台灣生活 跟你去旅行 那種分別在哪裡 是不是真的好像我們所想 不是 繁體字 起碼中文大家都會先看 溝通上面又不會是英文 正所謂你不懂得 國語也好 什麼都好 起碼都 基本上勉強都可以溝通得到 但是你去到英國 或者世界各地其他地方 你懂小隻字 你都會問變 你想想日本 你不懂日文怎麼辦 不懂 那怎麼辦 怎麼搞 沒有了 很難搞 Google Translator Translator 不是 台灣應該溝通是最好的 是啊 我們想 究竟有什麼不好 就說 有六個大落差位 是啊 我們看看究竟有什麼文化差異 大家經常都說 中西文化差異 香港也能夠遇到 是 你不同的國籍的人 真的 南亞裔 舉例南亞裔 東南亞 不要整個整個 南亞裔 東南亞 西方文化 和我們華人文化 都已經有很多不同 對吧 有人又說 嘩 你去到台灣 真的比你從廣島區 進入天水圍 你飛過去多快 誰不知 就是這麼近的距離 都有不同的文化差異 有人 從香港移民到台灣 就說 分享給大家 究竟有些什麼呢 我們 會不會看完之後 又想想 是否真的過台灣好呢 我們先看看 第一件事 就說 台灣 其中一個生活落差 第一件事 就說 業主 審問式 這樣查家宅 英國也是 其實世界各地 香港也有 香港也是 現在 不是整天 養狗 咬到爛了 你不交租 就死了 我覺得這個 又不可以說台灣問題 有人就覺得 這個 所謂香港人 在台灣 他說 他因為搞居留政的時候 經常要飛去台灣 因為為了學校、住屋、簡區 各樣那樣 他以為 大家都在中繁體字很簡單 不怕有什麼問題 不是 他說 不是 他不是這麼簡單 他說很多東西 很多租盤 他上網看的租盤 很多原來都是業主自己 可能是免勇 免勇 那些 就自己放租 他說三天 不是兩天 就要約了業主 去看樓 尤其是 你還沒得到 居留證的香港人 業主每次見到你 他就說 真的反了你 三代出來問 問你生活 問你工作 又說 工作為何會做到這份工作 還有 你一個月賺到多少錢 只是這件事 一個月賺到多少錢 就是基本的 香港租樓也是 你多害怕 好像我們那天說 他們都拗爛了 那間 然後就走數 其他事情 始終 你想想一下 你是業主 你租給一個 剛剛新移民的人 你會不會憂慮 會 會 大哥 會 你一轉頭 反轉了我 那間屋兼走數 那怎麼辦呢 所以你移民到別處 我經常說 買回一間屋 你在香港有層樓 你賣了 你在那裡買回一間屋 其實很容易 是 你不是說 有其他問題 著草的 著草 著草你沒得說 著草你當然是 喂 你著草 還打算過去有生活 你著草 著草沒得選的 那我選的 你選了著草 你選了著草 你純粹想離開香港 你去沙漠也沒辦法 那些叫逃離 那些叫逃離 做難民那種感覺 你還想著有些好東西就很難說 是 但正正常常的 你說在香港 有這樣的能力 移民去台灣 你畢業也好 你去賣什麼東西也好 賣一層樓也好 是不是真的這麼嚴重呢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租又便宜 樓價又低 是嗎 你說業主會 盤反地盤 我覺得是正常的 即是將心比己 你租屋給別人 你也不想那些人搞事 你不是賣 人家不認識你的 你還要不是當地人 真心的 我真心的 我在香港一樣會盤你的 不喜歡 不要差租 你只是看得多新聞 弄到一間屋爛 不交租 原來外面欠人十幾萬 原來追債都未到我追 我那間屋打算拿來投資 做義堂嗎 他去義莊 是不是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 你不應該怪台灣人 這方面 這方面他不明白 不認識你的 他不明白 他想著 這方面是有錢便是大爺的感覺 我來租 你不用問到這麼深刻 大佬 你自己買得有錢 對 你有錢便給我買一間 你給我買 你不要給我租 不是說 對你的本地人不友善 不是本地人的人不友善 純粹是說 他也會有憂慮 你以為做業主就 沒所謂 你殺到來我就吃你了 你真的 不要這樣想 這位香港人就覺得 他 為何對方會問得這麼徹底 這方面我覺得很有趣 如果大家有記得 之前 我是不是ViuTV 我忘記了 杜汶澤 不是走路去台灣 拍過一集 現在真的走了 是 他就去訪問 香港人進駐的地產經紀 他也有說 其實你要找回地產經紀 去搞就行了 對嗎 如果你這麼擔心 遇到業主要問場問短 你始終在中間 有人幫你做這些事情 會不會容易一些 其實第一個點 我已經覺得 沒有關係 全世界各地一樣 你去到英國也一樣 好了 我說到中介了 你找中介嘛 他就說 中介的房屋 他就說 租盤不多 是的 也是 如果你打算找一些 專門招呼移民的人 的地產經紀 他說 其實 這些房屋 會貴一點 會貴一點 有些會貴一點 因為他們專門幫你的外國人 專門 專門幫你的外國人 他就幫你找些房屋 專門招呼你的外國人 專門招呼你的外國人 專門招呼 幫還是招呼 一樣 你自己看 你怎麼想 他就說 他最初找到一些 台灣自己本地的 地產經紀 但是他們覺得 感覺上 不喜歡做租盤 本地的不喜歡做租盤 很老實 要是做買賣 做租盤吃你多少勇 很少 撿你的雞水這麼多 加上 你什麼都未做到 什麼居留證 又未有 只是幫你搞文件手續 水蛇春那麼常 不是租那些 Airbnb 就可以了 網上很多 這樣說 有些都可能 你看你 Airbnb 你看你住多久 加上 你每個人 去到不同的地方 他後來找到一些 說到幫外國人 外資的 找租盤 貴一點 但是 有些都挺漂亮的 說到 好了 很厲害 這傢伙用了 四萬二元台幣 租了一間 在高雄左營 全身四房單位 大屋來的 四間房 是啊 實用面積一千三百尺 哇 只有萬頭 比你家便宜 是啊 哈哈 你萬三 租人家 四分 四分一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大Q 還有 這間店 全屋新裝 連家司加電 哇 還要包車位 包管理費 哇 馬都追不到 我們這些 真的走在那邊 不用買樓 丟錢落基金 滾式租屋 租大屋 嗯 好啦 你說得這麼正 他已經搬進去 對 就說了 第三件事 生活落差 就關乎倫理關係 這件事 我們看 竟然是這樣 英國也是這樣 英國說很多好好的 這論句 你認識也是那句 經常說到 你新來新豬肉 初來報到 當然跟周邊打招呼 對不對 好了 說到 這個香港人 搬進去 剛才說到這麼正 那間屋裡住 他就說住不夠一個月 下午 他的小孩放假 在家裡玩 你知道吧 小孩在家裡玩 就很大聲 對 玩到 甚至會唱歌 誰不知 玩一下就說 人投訴 收到管理處的投訴 是 就說你們給樓下投訴 可能會覺得 是的 有時候小孩跑跑跳跳跳 拍球 大喊尖叫 嚇死自己人 跳在那裡 說粗口 什麼都有 看鹹片 那些小孩 啵啵啵啵啵 什麼都有 所以 其實這位仁興 這位 說到 移民了過去的香港人 他說 其實他當時都很反應快 立刻 叫小朋友 不要安靜一點 不要這麼hyper 輕輕玩 算數了 誰不知 他說 不夠一個禮拜 不夠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尾 幾位 他有台灣朋友 知道他們落腳了 有地方住了 約了一群人一起吃飯 誰不知 你知道 聊天很開心 他說 還未到晚上九點 又被人投訴 他大屋應該不太應聲 不知道 千多呎都被人投訴 是啊 嘩 那些牆太薄 樓下 我覺得應該 不管是旁邊 都可以說 樓下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什麼屋 是吧 千多呎 一千三呎 那豈不是很安靜 要去其他地方玩東西 啊 啊 啊 要這樣 啊啊啊 這次咸叫 是吧 靜音 靜音齊 靜音齊 他就說 當時喝了幾杯的他 第一句就說 就是收到 又投訴 不是吧 心想第一句就是粗口 當然是 他接著 就說到他身邊的台灣朋友 就馬上幫他 去鄰居跟他說 Sui Mase 不好意思 Sui Ma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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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就 不好意思 我們會陰涼收拾 這樣 其實 原來 他的台灣朋友都跟他說 他說你在台灣住這些事情 經常都會發生 是啊 他說你的鄰居 鄰居 那些鄰居 那些雞毛蒜皮士 就會投訴一番 是啊 哎呀 遇到安仔 是啊 所以他說 這位香港人 他說 就此一役 是 他學到一招 哪招 輕功行路 在家裡 這麼糟糕 是啊 對呀 就算你在家裡 回家附近 也不用 他又不是走路被人吵 是一隻小孩在那裡 吵架 一群人嘻嘻嘻 才被人嘻嘻嘻 才被人嘻嘻嘻 這件事 是的 香港都遇到一些 古靈青怪鄰居 糟糕 真的 聽到這裏都很煩 做人的事情 有多少煩惱呢 所以經常都說 你一離開香港 這個 覺得很煩惱的地方 誰不知去到另一個地方 一樣有這麼多不同的煩惱 你猜不到意上不到的煩惱 第四件事 講到說 這件事我覺得是必然的 什麼事 是沒有辦法改變到它的定律 怎樣呢 就是說 銀行辦事效率 辦事效率一定比香港慢 這些不用說 有人就覺得 他們不是的 他們覺得差很遠 為什麼呢 他說開銀行戶口一整個小時 這樣就離譜一點 然後入張支票又要排隊 排隊就當然了 為什麼呢 他不是的 香港不是的 丟進了一個櫃桶 對 丟進了一個櫃桶 或者入機 他說 相比之下 為什麼台灣這麼沒有效率 怕銀行做事 對 這些 不過是好笑的 你想想 你在香港 你都覺得香港很慢 怎麼搞的 等那麼久 又要等 究竟什麼時候等到我 其實香港已經很快 你相比世界各地 沒辦法 你銀行啊 大哥 難道跟你孤孤孤孤其其 是不是 你都不行 是錢的東西 裡面有很多 是不是 牽涉很多資料 銀行沒辦法 當然 外國那些 一樣會比較 相比香港慢很多 他就覺得 這件事真的 唉 就是不明白 不明白 不要 好啊 你去油局 外國的油局 一樣的慢 你不要想著很多東西很快 人家是慢活的 他的生活 相比香港 好了 說到說 好啊 養老就慢慢來 不知為什麼 香港是火捉鬼的 習慣了 你活了幾十年 是的 全部講效率 我也說 香港人最厲害的就是講效率 隨傳隨到 無論你做什麼都好 突然之間舉例 廁所塞了 爆水渠 立刻找人來 立刻要快 晚上幾點 都立刻找人來 給錢 我給錢 最重要要到 效率 外國那些 明天先吧 不好意思 就是這樣 香港24小時 香港那些stand by 總之一收到call 你有錢 肯給錢 我來 所以香港人賺錢厲害 可以到世界各地做大事 有一人就不習慣 所以不是說去到 為什麼沒有這些 是沒有的 文化問題 這件事都是落差 好了 說到第五件事 吃飯 那怎麼辦 好吃 吃飯 不錯 有什麼問題呢 他就說 他試過去一間大型的餐廳 幾大間 他說很有趣 明明看到裡面有位 你都不可以走進去 這麼搞笑 他說一定要等待適應 帶你進去 很正常 他說 應該不可以我自己走進去 聽一聽 人真的挺討厭的 聽一聽 是 是這樣的嗎 別人的餐廳規矩 香港也是這樣的 你去酒店 不是 有位置我自己坐進去 你現在是酒樓 酒樓你都要等 拿票 現在不是台灣令人失望 這個香港人的質素令人失望 我覺得 是啊 我們有時候都明白 不是 他覺得 你在家裡嗎 我經常都說 八婆 那時候我經常都說這句 很流行的 那時候出來做事 那些人 去到來 自出自入 我一句說 這裡是茶餐廳嗎 不是 你喜歡走到哪裏 走到哪裏 等吧 神經病 很有趣 他自己說 要香港一樣 你再說那個事例 他就說 他一去到餐廳 就看到那個時營 那個時營 那個時營就問他 不好意思 你們多少位 他就說 四位 然後那個時營就跟他說 好 等一等 然後奇怪的事 他就說 那個時營走了去 做什麼 送餐 遞餐 招呼其他客人 他就說 那個時營走來走去 明明我看到裡面有很多位 你又不讓我進去 那站在那裡做什麼 進去都沒空招呼你 他走來走去很忙 對 然後他說 如是者等五分鐘 才安排早個進去 他就說 原來這就是他們的服務程序 要等到所有人準備好 他才會安排你進去 那不是一個好處 就是好處 他覺得別人不懂 等多久 五分鐘 五分鐘很快 阿姐 不是 香港人等 記不記得 放第一次 剛剛第五波放糖吃 等三個小時都這樣等 你吃壽司囊 幾個小時都等 在那裡幾個 那些什麼 牛氣牛鎮 什麼鬼東西 都等幾個小時 對不對 對 我說一單香港 你說台灣等好什麼 香港有一單是這樣的 我在醫務所 有阿婆走去問 小姐 我想看醫生 阿婆 看醫生嗎 看醫生 今天已經爆炸了 要打電話預約 如果想預約 就預約 明天或是後天 然後 看看你排隊有沒有位 外面的龍排到 今天下午 但那時候早上十點 正在排在下午 下午三點開 好 阿婆 那我打電話約 然後走走出入回來 其實她年紀不是很大 她是60多歲 我想她 然後 是不是打這個電話 她說是呀 是這個電話 那兩個姑娘正在做事 是不是打這個電話 是打這個電話 然後她說 我打了現在沒有人聽 我們正在做事 誰聽 然後她說 那我現在打來又沒有人聽 那 你叫我打電話 她說是呀 你打電話約 如果約不到 你如果不想打電話約 你就在外面排隊 她說 那我現在打電話 我想找你們 你們不聽 那我正在做事 哪有人聽電話 真是好笑 你明白那個情景 聽電話那個 就是跟你說話的那個 是呀 現在不行 我在做其他事情 很多人 你看到有多少人 但那個人覺得是有問題 外面有百多人 知道嗎 你跟著這件事 你說走來走去 有位不讓我坐 走來走去 在招呼其他人 等吧 等吧 五分鐘 是 現在出局罵人 真是可憐 不認識的人 就自己在家裡不開心 認識的人上網 五分鐘 或者 壽司狼 過半小時你都等 是 去海洋公園排隊 死人過山車排兩三個小時 很深 這些人說台灣有問題 他自己呢 可不可以高質一點 香港人 沒有啊 他們那種高質就是這裏 所有事情要快快快快快 那好吧 即是 投訴之刀 投訴之刀的人 不是浪得虛名的 當然 正所謂有差不多的彈數 另一件事 第六件事 他就說 台灣 你真厲害了 香港人 他說台灣的餐廳 那些冷氣好像沒有開了 開了 哈哈 他說大熱天時 熱死人的那些冷氣 都不知道是什麼冷氣 厲害 投訴之刀 No.1 No.1 那種投訴的DNA 是真的有些了道 他說 沒有冷氣 開了好像沒有 又香港有很多 關什麼事 是不是整片東西出來 想人家因為這些事 而不移民 很老實 和他轉唱反調 告訴你 很老實 即是你說 很多事都在香港都有的時候 世界各地都會有 心靜自然良 他說 我去台灣餐廳的夏天 吃到大汗打西汗 然後他說 你都不知道冷氣開來做什麼 好像沒有開 當然 大家都會拿回 他自己都說 他到尾的時候 他說 很多時候 香港人 你去到世界各地 不要說台灣 很快 初段 你就會用一個香港的標準 去量度別人當地的東西 香港是怎樣怎樣怎樣 香港是怎樣怎樣的 為什麼會這樣 對 用一把尺去量度別人 然後你會覺得很不舒服 其實都是說你不習慣 你慢慢融入到別人當地的生活之後 或者了解當地的文化清楚 然後你自自然而就會適應到他們的生活 到你習慣了之後 到你回到香港 你又有九萬個問號 為何香港這樣 為何這樣 為何這樣 那些人 你一樣 沒有解釋 有些文化 人家的生活 每個地方 如果每個地方都一模一樣的時候 就不用移民 這是真的 你想好一點嗎 你想改變環境 然後移民之後 說別人那裡不好 你有沒有發覺現在香港很好 有沒有覺得自己移民是一個笨賊的行為 你現在說別人不夠香港什麼什麼 那你是移民學嗎 是啊 你覺得我不喜歡別人那些什麼 我告訴你 到處一模一樣 台語沒有黑金 你有沒有看梁家輝那套黑金 那就是黑金 你當你懂得聽 你當別人的文化 真的變成當地人 你一樣 你會說一模一樣 記住 有些人經常說一模一樣 你為何要移民 你想改變環境 是啊 你想轉變 轉換環境 好了 你換了環境 然後你就把一些不好的東西 無限放大 那你都未欣賞別人好的東西 你去旅行就懂得欣賞別人的東西 你懂得 不要緊 這些就當是體驗一下生活 經常去旅行就是這樣想的 不要緊 住便宜一點 住便宜一點 或者住普通一點 不要緊 好了 到你真的移民移居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然後 嘩 這個人又彈 那個人又不… 跟香港相比 那些電梯又慢 人又慢 做事又慢 眼氣又不夠 各樣那樣 那你選擇 那你只怪自己不做功課 或者你自己接受不了 你自己接受能力高一點的時候 或者你慢慢能夠融入到 當地的生活的時候 你自自然而就能夠適應 對不對 那你覺得這些事情不好 香港生活節奏這麼快 各樣那樣 因為你是想變的 你遇到一刻跳出來一定是慢的 沒有地方去香港做事 真的 沒有 是呀 香港人出張名 做事 是呀 這件事就是你自己想的 所以說 不要緊的 就是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台灣的事 你究竟他們怎麼看呢 世界各地都遇到有 就是純粹是跟大家說一下 一件事 你遇到的事 一定有好與壞 是吧 那就是看你自己怎麼看 還有你能不能夠接受得到 你能夠接受得到的 你接受得到的就沒有問題的了 那麼今集時間是這麼多 好啊 拜拜